有一個記者 葉峰偉 無謂戰時兩年多以來 其實就烏克蘭這邊的 單方面統計 俄羅斯總共對他們的 發電廠 發電設施 發動了上百次的空襲 而在前天 其實根據烏克蘭的空軍 來發布資訊 其實俄羅斯再度 發射了53枚的飛彈 跟40幾下次的無人機 要來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計 也就是所謂的發電廠 而其中烏克蘭的空軍 他們說他們擊落了 35枚的飛彈 跟46架式的無人機 幾乎都已經遭到攔阻了 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 但是其實烏克蘭最大的 民營能源公司DTEC 他們就說了 他們有兩座的發電廠 的確是遭受到了 俄羅斯的攻擊 但他們沒有說 這兩座發電廠到底是在哪裡 同時他們也講到 這是今年第六次 發生類似的事情 都是針對他們的這個發電廠 但是為什麼 要主要是攻擊發電設備 希望就是可以阻斷 讓烏克蘭的能源供應出現問題 但是目前這個結果 好像都是被烏克蘭所攔阻下來 而烏克蘭的能源部長 加如深刻他就講到了 為什麼俄羅斯的飛彈跟無人機 都會朝這幾個區域來進行 包括是頓內斯科 還有地內波羅等五個州 因為這五個地方 就是烏克蘭的能源重症 傳說美國要大陸在經濟上 與幫助俄羅斯軍事出口 兩者之間做出選擇 如果選後者將會祭出金融制裁 再交給鳳偉 烏克蘭跟俄羅斯兩個國家之外 其實中國大陸在背後扮演的角色 功不可摸 特別是對於俄羅斯來說 他們是重要的軍事用品供應國 而現在美國就看不下去了 說如果中國大陸還要繼續 在貝利里協助俄羅斯的話 那你就必須做出選擇 因為如果你想要提供給俄羅斯 飛彈等武器的話 還有居民的兩用品 那你就不能跟美國 跟歐盟來繼續做生意 不能讓你繼續的腳踏兩條船 這個艾提亞摩他也說到了 不能夠說服大陸持續停止 向俄羅斯進行軍用品的輸出的話 那就等於是對歐洲各國的 國安供成重大的威脅 也是讓普欣得以繼續的威脅北約 而美國的副國務卿坎貝爾 他也說到如果北京 繼續來支持俄羅斯攻打烏克蘭的話 美國就會向很多的 大陸的企業來進行進出口的制裁 還有金融方面的制裁 他也強調說 其實針對有系統性 針對這個支持 烏克蘭跟俄羅斯 繼續打仗的這個大陸企業 他們也會沿你這個制裁的措施 同時他們也會密切留意 當地的金融機構 是不是哪一些特別的機構 就是專門在協助俄羅斯的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驚喜現身 新加坡參加香格里拉會議 也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見面 要再請揚情說明 大老遠大機跑到新加坡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突如其來現身就出現在 香格里拉會談 週日還預計要在會場發表演說 快速進入這次國際國防論壇 澤倫斯周日發表演說 尋求國際在安全領域的支持 而他也積極見各國領袖 從週六抵達後馬拉松市會面 當然不忘和美國盟友寒暈 澤倫斯基 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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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澤倫斯帶著自家房長 烏梅洛夫 忙著場邊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見面 一行人談論到 目前烏克蘭在戰場上 抵禦俄羅斯所需要的武器 這是華府允許烏克蘭 有限度攻擊俄羅斯後 雙方首次高層級官員會議 另外他也在場邊 和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主席麥卡爾見面 和美國國會商討 交付新一輪武器到烏克蘭 一線聲就是焦點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再度出席 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 要尋求安全協助 以及支持和平峰會 但是中國大陸仍主張 俄乌戰爭是因北約擴張 並拒絕出席六月中旬 在瑞士召開的烏克蘭和平峰會 美國則考慮可能會對中國企業 以及金融機構採取措施 不只俄乌戰爭 台海也是重點 中國大陸防長董軍聲稱 民進黨大搞漸進式台獨 外部勢力以切槍場方式掏空一中原則 核統前景正遭破壞 打擊台獨囂張企業 設置外部勢力干涉 解放軍絕不允許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 同時菲律賓不滿中國大陸 在南海擴張挑釁 喊出宣戰紅線 香格亞對話 談俄烏 台海到南海都有美中角力 TV新聞綜合報導 而瑞士將要舉辦烏克蘭的和平高峰會 大陸也在受邀名單內 但是大陸外交部卻說會議不服期待 不會出席 詳情再交給峰尾 好 這個月的15號跟16號 烏克蘭的和平峰會 將在瑞士展開 而這個擔任主持的瑞士政府 他們也說到目前他們已經邀請了 160個國家的代表團 一起到瑞士來出席這個和平的高峰會 但是其中包括俄羅斯 還有大陸都不會出席 俄羅斯當然是沒有邀請 但是大陸他們有被邀請 但是他們沒有要出席這場和平峰會 他們說是因為會議安排 跟他們的期待不一樣 所以他們很難答應這項邀約 而現在美國的專家就是說 其實現在看得出來大陸 一直在說支持烏克蘭跟俄羅斯 就是要和談 但是又不出席和平峰會 就是民府其實的兩面手法 現在國際上面 希望他可以來出手調停 烏俄之間都是在做夢而已 但是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他也說到了 其實他們要參加和平峰會 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希望 俄羅斯之間雙方都要認可 另外一個是各方都可以平等參加 他們發言的計畫要一樣 而且方案必須要被進行 公開的公平討論 所以如果這三個要件 都沒有達成的話 他們當然是不會參加 這是大陸方面的說法 但是美國的學者 這個聖托馬斯大學的國際研究 講座教授葉耀元 他就說其實現在基本上 中國大陸就是站在俄羅斯的角度 來促成和談 而這也致使 歐洲對大陸的觀感會越來越差 他也分析說為什麼 這個大陸會採取這樣的兩面手法 因為雖然表面上他們是說 希望雙方可以和談 但是只要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事 持續的在進行當中 美國的戰隊核心就會被轉移到 烏俄戰爭裡面 對美中之間的競爭 就是有加分的效果 如果你還想要掌握更多的 即時新聞內容的話 現在可以打開手機 掃描鏡面上的 TVBS QR Code 掌握最即時的新聞報導 60支不同造型不同表情的多拉A夢快閃出現在香港 有劍塑版惡魔版大雄混合版各有特色 還有一支12公尺全球最高的充氣多拉A夢快閃進展出幾小時 每個人都很有趣 每個人都很有趣 每個人都很有趣